所以我感激方东梅先生 指我这条路子 张家大师劝我出家 劝我学舍家墨尼夫 我很感激 这一生 读自己喜欢读的书 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不受任何环境干扰 你说多快乐 顺境我很感激 逆境我也很感激 要问为什么 逆境小业障 人家毁谤 羞辱陷害 糟蹋 那什么 小我的业障 这一生造了不少业 过去生中会更多 这一些大德 都是菩萨来替我小业障 我怎么能不感激 一点怨恨心都没有 我和他共长生排位 天天给他回想 你说我多快乐 古生鲜鲜的典籍 只要深入了 尝到发胃了 那就真快乐了 尝到味道了 懂得古人讲的一句话 世卫哪有发胃浓啊 真的一点不错 发胃让你不疲不倦 你永远不会讨厌 欢喜 长生欢喜心 夫子所谓 虚二世息之 不亦悦乎 这些都快乐 人家看到我们每天 在那里读书 好像觉得很辛苦 他不知道我们的快乐 他尝不得 苦无事情 我们才不干 人 生活在辛苦 精神快乐 这是真快乐 真正的幸福 尹尔会 居露相 淡是飘饮 其乐无穷啊 孔子赞叹 我们总要了解这些道理 知道死是真相 这是世界 真正低等快乐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